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小龙则是通过同星出道的艺人 他小时候塑造了很多经典角色 其中包括少年包青天中的展昭 孝林小子之心乌龙面中的小龙等 不过随着他长大 出演的影片却越来越少 朱一龙近年来出演了不少经典影片 其中包括人生大事 小时的他等 他已经四次登上央视春晚 郑云龙不仅是影视演员 还是音乐剧 话剧演员和歌手 他也是首次收到央视春晚的邀请 黄启山是今年通过央视春晚 再次翻红的歌手 在今年的央视春晚中 与希琳娜一高两人合作 带来了一首是妈妈是女儿 被网友称为全场最佳 等超是演员 不过在近两年 他都参加了央视春晚 2022年与林雨春 一阳千玺两人合作 带来了歌曲时代感 2023年与王二妮合唱歌曲 好运全都来 在两次舞台中他都非常兴奋 镜头都跟不上他 因此也有不少网友调侃 这样才有年味 周杰伦毫无疑问是最火的天王 当年有无数网友 直接邀请导演组 邀请他上央视春晚 而周杰伦上次出现在央视春晚 还是在2018年 与蔡薇则在央视春晚上表演 魔术与歌曲告白气球 如果2024年能够邀请周杰伦参加 网友们肯定非常期待 周深 袁亚维 吉克俊逸 黄霄云 单依纯几人是通过 浙江卫视选秀节目出道的歌手 周深和袁亚维是央视各大晚会的常客 周深已经连续两年参加了央视春晚 而今年黄霄云和单依纯 也是首次出现在央视春晚中 吉克俊逸则是参加次数最多的 他参加了四次 孙悦被称为内地唱跳第一人 他有很多歌曲的节奏也非常欢快 因此也很适合春晚的舞台 他中途退圈过一段时间 后来通过湖南卫视春晚复出 在节目中带来自己的歌曲串烧 便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喜爱 玉克维 汪苏龙 孙楠 李玉刚 谭维维 张杰 张绍涵等人都是实力歌手 而凤凰传奇毫无疑问是知名度最高的组合 他们近年来也是出现在各大晚会和综艺节目中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